來到七旋 台電人員會從檢警大陣上 來到縣野土基城稽查 因為店家用電度數失准 明顯被人動手叫 台電人員確認電表果然發現 電表內部結構被人為破壞改造 土基城愜電罪證確鑿 老闆娘站在一旁啞口無言 高雄知名的縣野土基城老闆娘 疑似為了節省電費支出 在前年7月委託不明男子 以每兩個月1萬5代價改造電表 一年下來竊電近20億萬度 換算金額高達140多萬元 但老闆娘喊冤說自己也是受害者 客人吃飯的時候就跟我聊起這個問題 我就說是真的電費很貴 然後他就說如果我幫你可以幫你處理 讓你的電比較省一點 你覺得不OK 我當然OK 切電案東窗事發 儘管老闆娘實口否認蓄意犯案 但篡改電表是事實 被檢方依照切電罪起訴 事後老闆娘相當後悔跟台電達成和解 也付清電費欠款140萬 最後被判還起訴一年 並向公庫支付5萬元 但經營知名餐廳卻做出貪小便宜行為 恐怕也讓店家商譽大上問號 記者網家信物媒宣高雄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